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眼熟啊 可能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见着 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啊 或者说是这个北京的大宅院那个大门上啊 大门上有这样敲门的这种啊 叫铺手 它是一种环啊 下面有一个门环啊 那么其实我们平常是 平常是就是说这个日用所见的呢 基本上是一些啊 焦徒啊 什么叫焦徒呢 它并不是这样的形象 焦徒呢是龙的第九个孩子 传说呢它这个非常宅啊 常呆在家里 这个特别不喜欢人打扰啊 所以说被放在门上 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切啊 很宅的一个动物 那么这一对呢 它不像焦徒啊 它可能更玄幻更科幻一点 那这个形象呢 其实也就是离我们更远啊 我们把它叫做饕剔啊 饕剔呢实际上是一种 传说中的上古神兽 那为什么使用滔铁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滔铁呢 在这个5000年前 在梁祖文化中有出现过啊 后来呢 我们大量的使用了滔铁纹 那我我个人认为啊 使用滔铁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它是一个吃货啊 就是特别呢 特别能吃 那我们其实中国人从古至今呢 都是上吃的一个民族啊 你看这个从商代到周代的青铜器啊 不是石器就是酒器 都是跟吃喝有关系的 甚至到后来就衍生到了祭祀器啊 不管是自己吃 还得给祖先吃啊 所以说呢 这个滔铁呢 可能用在这种青铜器理器上面特别合适 那么这一对滔铁呢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它这个有脚啊 这个掉筋大眼 然后呢这个它用这个凹凸的形象呢 把这个眼睛的瞳孔表现出来 这个怒目真灵啊 真容避现 然后嘴下显一个环 别小看这个环上还是有弓的 环上是有很多这种纹饰的啊 应该也是像类似的寿命纹一样的纹饰 布满在整个环上 最神奇的是给大家看看这个滔铁铺手的这个背面啊 它背面是有这么一个鞋杠啊 有一个这个轴啊 像蟹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连接在一起 那我猜测呢 这个东西很可能是组装在一个 另外一个青铜器上 或者是漆器上的一个东西 一个工具啊 因为有它 它这边还有一个一个这个凸起 可以防止这个组装上去之后会掉落啊 那所以说呢 可能是漆器木器啊 或者是这个擒龙器上的一个部件啊 这套铁文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铺手呢 它非常有意思 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 它的形象啊 我相信如果贝加索啊 他看见这里铺手 他一定会觉得跟自己的话累 这个四分相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际上也是采了一种 采用了一种拆分啊 抽象化的一种 一种一种这个方式 把这个动物呢 这个动物本来是3D的 它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它把这个动物给铺平了啊 沿着它的鼻子击柱 中轴线给它劈成一半 让它把它身上的所有的 这个部位重新给组装在一个平面上 把一个3D给2D化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古代人的 这个几何解构能力和想象力啊 那在古代呢 这是有一种说法 这种这个 这种艺术的形式呢 叫做这个拆板啊 就把它拆成一半 再给它组合出来啊 这种艺术就叫拆板 然后呢 这个因为我们古代呢 其实是善于描绘人和动物的侧面形象的啊 那我们在做正面的形象的时候 怎么把它这个3D的感觉给描出在一张纸上 或者一种平面上 平面画呢 就是靠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那大家还可以看看这个 这一对青铜扑手呢 这个 它的颜色好像不一样啊 但明显它们可能是一个器物上面的 一同出土的 那么这一件呢 可能是更青绿一点 这一件呢 更红一些 更黑红黑红一点啊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是日本人早期的一个收藏品啊 他们比较喜欢我们上三代的这个青铜器 它刻意呢 去把玩了这么一件器物 造成呢 这个是我们叫手坑啊 被把玩过之后呢 它会有把玩过的包浆 那这个呢 是出土时的原貌啊 所以上面的青绿 就会更多一些 这样正好形成了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对比啊 非常有意思 好 这边呢 就是很开心 今天能给大家带来这一对青铜铺手 最后一个小小提示 很多人会 呃 在叫它名字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叫做扶手啊 实际上呢 它那个是铺 一个金属 一个那个 一个斧啊 叫扶手 为什么叫扶字呢 因为扶是有平扑的意思啊 把这个兽给扑 扑开了 扑成一半啊 这个是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来历 好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 奥藏金者的这个海外网络 收藏频道 喜欢我们 请点赞 并关注和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